他们是关乎中国经济冷暖的十大产业 他们是十大产业叱咤风云的行业领军者 对话开年策划 组进十大产业最鲜活的一线 跟随十大产业领军者的脚步 在一问一答中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 以高质量发展的新制生产力 开启对话开年说 聚制药和摘药 对话由赤水河上游 贵州金沙高端酱酒摘药酒 独家冠军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伦集团特别支持 我每天都在走一个新的路 每天都在感受一个过去没有感受过的东西 所有的人都认为 好赚钱的洗代已经结束了 企业家没有选择 必须无条件的路过 我最不爱是不爱是从社会赚的钱还给他 2024年我最想推动的一件事是让每一个人都具备程序员的能力 大模型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改变会是非常根本性的 可能会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深刻 2024年我最想推动的一件事呢 就是把我现在办的大学把它办好向社会交接 我呢我有这个条件应该去完成这个内容 2024年我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一家中国公司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企业 富人爱运动的每一个人 2024年我最想推动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 2024年我最想推动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 今天我来到了另一座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 泉州 这是我的老家 古厕的瓦 庙里的砖 路旁的花 都把故乡这两个字诠释得亲切而温暖 穿越千年浩瀚的时光 在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事宜之城 所有古朴的依旧鲜活 所有坚守的都已展露新资 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去见一位老朋友 一起来感受一份这座城市特有的感为人仙和爱拼感影 欧宇宏啊 老乡好啊 好久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了 欢迎 谢谢谢谢 专家就买了 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多品牌的一个集合店 安踏集团有一个习惯 每年春节过后 我们都要全国所有的店铺高管都会去巡店 那你这次的春节去巡店 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其实我们今年这个春节 前集团的各个品牌表现还是特别的好的 太棒了 市场特别旺 这个是一个攀岩区 平时也会有人专门来这里攀岩 这家店铺更多的 其实我们平常在做的是 体验 消费者体验 因为一个好的品牌 如何创造消费者体验是十分重要的 像我们之前在读书的时候 买一双运动鞋 既要踢足球又要打篮球又要跑步 其实今天的消费者 对这种对运动装备的需求是相当 要求相当高的 也是做了很多过各成绩的试分 我觉得对你来说每一次的巡店 可能可以看到产品的丰富性 但与此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 来自市场的一些压力 我想安踏集团我们为什么要 包括我要不断的到终端去巡店 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产品 不同消费者 不同消费者 不理解消费者 离消费者越来越远 我们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当中 其中有一个叫以消费者为导向 就是说你不管做哪类型的品牌 到底你有没有满足你所品牌定位 消费者的需求 对 这个就是消费者最大的价值 也是品牌最大的价值 刚才这一圈下来 真的好像一下子把十几个 安踏旗下的品牌细细的品味了一下 其实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在小众的 细分的锤类市场里 稳扎稳打 就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安踏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做法 7年前我们公司的战略 既定的叫单济交 多品牌 是 全球化 这样的一个战略 为什么叫单济交 单济交就是 我觉得我们运动产业 这个行业特别的广 对 就我们希望单济交就只做运动协服 体育产业相关的 事业 对 多品牌 就是我们希望 今天的消费者那么多元 用不同的品牌 满足它们 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事情 全球化 当然我们就希望 不仅在中国做得好 而且要希望能够成为一家 全球化的公司 收购在很多人的眼中觉得说 你就是一次买卖 但是如何让收购得来的这个品牌 继续延续它过往的辉煌 甚至再创造新的辉煌 对一家公司来说 挑战到底在哪 这个问题 就是 真正的挑战最大 之前中国也有很多公司 去收购国外的品牌 对 其实收购过来 能把它做好了 不多 安大集团我们过去十来年把好多全球收购过来的品牌 为什么能做得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 有三个核心问题 一个问题当中 我觉得还是基于我们集团的多品牌管理的协同能力 第二个很核心的一件事情当中 就是我们过去在收购那么多品牌 全球绝大部分的这些运动呼吸品牌 都是做批划的 我们过去十年塑造了 叫做前基因的零售模式 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拥有 中国十四庞大的零和市场 作为背后的支撑 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全球的收购回来的国家品牌 这个庞大的市场不仅让你拥有了勇气 也是你的梦想可以在这里扎根和生长的一片沃土 当年大家都非常熟悉您提出的 我们安踏不做中国的耐克 我们要做世界的安踏 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安踏当在中国我们这个行业做第一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勇气 提出要做世界的安踏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 我觉得当今天大家都在谈不确定的情况当中 我想不管哪个行业一定要坚定信心 我觉得只要坚定信心 其实就有机会 当很多事情风险可控 在不确定的情况当中 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做 这样才有机会 当你确定了 那谁都会做了 上面就是我们的安踏博物馆吧 是 安踏从哪里来 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我特别好奇想看一看 这张图片基本上记录的是91年 咱们的创业 对对 那个时候风起云涌 好多人一起踏入到了这个创业的行业当中 其实这张照片你也可以想到八十年代初也好 九十年代初也好 近江民营企业如何发展 历历斩 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劫持的 所以为什么近江会有那么多的品牌 包括特别是我想讲的 曾经有一个阶段 中央电视台的第五套频道 叫近江频道 其实我觉得跟这张照片有很直接的关系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在我们第五套频道的所有的广告里 可能来自于近江制造的这些产品的品牌 要占大半壁江山 因为近江其实文化特征 企业家的文化特征挺明显的 叫爱拼彩绘 爱拼才赢 三分天煮丁 结婚口打拼 爱拼才赢 真的就是这样一路拼搏 带着自己的初心 当有人成功了 就很多人都渴望成功 一块去追求如何 这个在各个领域当中把事业做大 所以就会展现出 近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品牌 近江会有好多的服装品牌 好多的运动鞋品牌 好多的食品品牌 是 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近江经验 我觉得这张照片太有意思了 2007年 安踏体育成功地登陆了资本市场 在香港上市 哇 那个时候照片上的你 真的是英气活活 2007年 安踏体育成功地登陆了资本市场 从一家西林公司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使我们这个企业 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 这是一个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对 当然在2007年 我们的这个梦想 要成为一家千秋化的公司 我们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最远处的那张图片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最近的一个消息 是2024年的2月1号 我们安踏作为 亚马芬体育的最大股东 参与了亚马芬体育 在纽交所的一个挂牌上市的活动 你穿了一件白色的帽衫 好青春啊 比当时那张好像看起来更年轻 其实这张照片特别有意思 当然看到这张照片 你看出我脸上的喜业 对 其实07年是不确定 其实这个已经从不确定到确定 对 其实更加的自信 是 这个区域展示的主要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集团 过去赞助了一些 各种专业运动队的一些装备 这一套就是北京冬奥会 五大竞穿了滚道竖滑的比赛装备 我知道当时大家都说 这是全球最轻最透气的一个短道竖滑的比赛 其实这套装备你摸一下 你摸一下 它其实是黄冰刀切割 比普通的钢丝还要高15倍 抗风阻能抗5%到10% 所以这个也目前是全球在短道竖滑最先进的一套装备 每一个专业运动装备它其实不仅是外观 是功能性比外观更重要 其实很多的体育装备我们通过肉眼 其实并不能看到它到底有多少的科技含量 但实际上现在如果没有科技含量的体育装备 可能很难在专业的运动领域当中有自己的市场 所以有人说其实现在竞技体育的体育装备领域 也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军备竞赛 任何行业我觉得创新永远是一个企业的生存支柄 没有创新一个企业不可能赢 按照我们过去为什么不断地能起的一步一步的进步 其实跟我们的创新就分不开 我们过去10年一共投入了超过100个亿 都在研发上创新 我们在全球有五大创新中心 我们未来五年还要继续地再投入两个人进行创新 这个是另一个安踏的世界五彩缤纷 还会看到什么 门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奥运展示 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奥运的世界 离巴黎奥运会只有149天 时间真的挺不大 好快啊又一个奥运周期来 然后我们又可以在奥运的很多的比赛 在场地或者是领奖坛上看到安踏的身影 我想一定会和大家带来的 这一阵中国代表团 比上一阵更有精实的奥运装备 太棒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我们看到这些专业的运动装备 不仅在赋能专业的运动员 实际上对安踏来说 是不是也用同样的科技力量 在赋能生活当中每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你看尤其是奥运周期很多人都会说 我想求同款 那安踏如何把我们的这种创新优势 赋能到现实生活当中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其实我们赞助了好多专业的运动员 专业的国家队 在我们普通的店当中 好多产品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奥运科技 用我们的奥运面料 互能到大众 所以现在好多消费者在店铺买 也能买到奥运同款的产品 同款的科技 所以求同款是完全可以实现了 我们赞助奥运就是为了奥运装备 富人大众消费者 大众运动产品 在今天这个时代 企业家被赋予了很多的使命 企业家本身身上的责任也是很多元的 无论是大环境的变化 小环境的变化 作为企业我们是感受最深的 不少的企业家在这样的变化面前 会觉得有一些焦虑 有一些无所适从 我不知道您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感吗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吧 其实我这个人从我创业到现在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派的 我跟十多朋友都讲了一个话题 企业家没有选择 必须无条件地落关 我觉得当你不落关 我觉得你很多选择 很多决策 你都没办法做的 所以恰恰我想安踏过几年 我们为什么一路能走到今天 恰恰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无条件落关 而走到今天 你也曾经说过打胜仗就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是我们的精神力量 怎么来理解打胜仗对于企业而言的重要意义 今天你的竞争不是跟企业内部自己竞争 你是跟外部竞争 跟全球竞争 那你一个企业你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没办法比别的企业发展得更快 那你怎么去谈一个企业的竞争力 从管理的角度我们一直强调结果导向 结果导向就是打胜仗 其实在安踏的打胜仗的历史上 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力量 这就是近江经验 很多人其实现在都会到咱们近江来 去参观一下相关的企业 走进近江经验的博物馆去学一学 安踏也是我们近江经验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在你看来近江经验当中 最核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近江经验对我来讲 直接最理解的就是政府与企业 不断地在创新企业的发展的管理模式 以及政府怎么给企业缔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二个我觉得近江经验最大的核心 对民营企业来讲就是坚守实验 坚守实验 所以你看到今天依然在过去 这个经济发展的困难情况当中 依然既是的向好 这个就是近江经验的核心 在安踏三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说要建核理医院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一直希望就是安踏集团 能够对社会做点事 所以我们当初提出了一个共生价值的理念 这个共生价值其中有三个共生 一个与消费者共生 一个与员工共生 一个与社会共生 这个和平医院就是与社会共生的一部分 我相信这个医院的一个县城 一定会为当地的老百姓 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医疗的补充 这个也是国家大战类挺好的一件事 人生要推开许多扇门 一边是现实 一边是理想 探寻你我的老友 共同体育跌宕起来的人生矿 这条生产线就是波兰壮阔的行业变迁 2024对话开年说 现在出发 老板 这是您的任务卡 2024年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伟红 我在摆布等你 2024年农历春节刚过 由OpenAI发布的全新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就引爆了各大社交媒体 似乎一夜之间 扔进一部小说 出来一部大片 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而今天我将要去拜访的这位老朋友 他作为国内最早提出 All in 人工智能的企业家 面对今天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断的进化 以及百魔大战的混战 他和他的公司能否突出重围 在他的内心深处 到底藏着怎样的星辰大海 带着这些好奇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访之旅 欢迎 欢迎 又见面了 是 是 是 对 对 对 刚才坐我们这车来的 一个是坐你们这车来的 一个是开你们这车来的 对 对 还体验了一下 体验了一下 对 对 对 真棒 真棒 对 我们这个理念 跟所有车还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它叫做汽车机器人 对 因为我们想呢 就是说是未来的这个机器人 不应该长得像人 对 应该长得像车 它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对 对 对 它有它的功能 但是又听得懂人话 对吧 太棒了 又能够自己开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而且我刚才在车上 几乎在自动驾驶阶段 是完全放手的 所有的都是 我给它发号施令就行了 一般就是简单的路况 它都能够处理 太棒了 对 而且这个技术 还在迅速远进 它会越来越好 你不想亲自下场造车吗 那个门槛稍微有点高 得有什么生产资质之类的 对 比较麻烦 但很多人现在都自己下场了 对 对 对 但其实也是好多都是代工的 它先代工 就是到产量足够高的时候 慢慢再自己去建厂 对 这本杂志 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意义 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是 是 是 对 这是哪一年来着我看看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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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是 它起的名字也不错 就是创新者 对 就是国外对咱们中国 就是它给你定位成创新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正面的 没错 没错 而且我觉得一下子 就抓住了你的精髓 从创业初起 然后到把百度一路 带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我们确实是对技术很重视 这么多年 就是一直研发费用 占到收入了20%多的必重 就是全中国大概是百分之二点几 二点几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对 对 对 但是对于百度来说 我们是20%以上 就在这不遗余力 所以走进百度大厦 我知道它是09年建的 09年建 但是每一年 它的这个物理结构 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在这当中的各种 创新 技术等等 无处不在 没错 这个展厅 你看它其实是不停地在变的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它都有新东西 人工智能在这些年的这种发展 真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它的这个速度 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吗 我的感觉是反过来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 还要更慢一点 真的吗 因为你想啊 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个词 其实提出来 已经快70年的时间了 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可能每过个十年左右 大家就有一波人 很兴奋说我们终于要实现 通用人工智能 终于如何如何 对 后来发现是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对 就是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 你这么说 我都想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对 就是很多很多年前 在社交媒体上 好像有人或者是您自己 晒过一个当年在北大学 人工智能时候的一个笔记 是我 那个时候我是选修课 因为我当时是本科生 其实不应该去学这个人工智能课 但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 我也觉得人工智能是代表未来的 对 为什么我喜欢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想 人怎么做 对吧 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多时候 我怎么能够让机器也具备这些 比较自然的能力 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完全做不到的 所以那个时候完全靠规则 就是很初级 但是我仍然觉得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后来看到的 百度相对于其他公司 更早地all in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你觉得这样的一种 算是预见性 还是先知性 还是跟当时的这个课堂 学到的东西有关系呢 哪一种是背后真正的力量 我觉得其实跟我个人的爱好 或者说背景 肯定是有很高的这种相关度的 但是最根本的推动力量 其实还是应用 或者说 为什么百度能够在 比如说十几年前 就这么坚决地去投入人工智能 就是因为搜索本身解决的问题 跟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之前 人们在寻求问题答案的时候 众里寻它可能只有百度 但现在我们还有了文心一言 这个在我们看来 好像是一个很丝滑的过渡 但是在一个特别注重技术 和创新的您的眼中 就是这样的一种发展和跃升 它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来说 意味着什么 其实还是有非常本质的 不一样的 就是最早的时候 搜索引擎的这个技术 它实际上是一个统计 就是统计一下词评 这个词出现了 比如说搜索陈伟红 对吧 我看每一个网页 哪一个网页里头 信息量没有大 这个词出现次数多 它就把这个网页排在前面 后来又逐步迭代 后来我发明这个超链分析的时候 就是说看哪些链接里头 这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多 它都链到了哪些个网站上 那么被链接到的网站 就是最相关的 那再往后的 大概十几年前 开始有人工智能之后 我们就要用机器学习 来学 就是用户搜了这个词 点了那个结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哪 被点击的次数多的 那就是说明 跟这个词更相关 这样逐步一步一步 到今天我们出现文心炎 出现大模型的时候 它又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 就是说大模型实际上是 事先学习了全网所有的知识 把它压缩成一个模型 或者就是一大堆参数 这个时候 当用户来问问题的时候 我直接根据这些参数 就可以猜出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它其实背后的工作原理 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 那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公众来说 我们是从2023年 才开始接触 人工智能大模型这几个字 百度可能也是 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当中 率先推出大模型的最早的 文心炎和ChatGPT 谁使用起来更顺手 更舒服一点 如果4.0和4.0去对比的话 在中文上 我们其实已经明显地超过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写首诗 对吧 对 你写个什么藏头诗之类的 现在就是很多大模型都能写 都能做到 但是我如果要求你写一首词 我说你要写一个 庆元春这个词牌的词 那GPT4完全就搞梦了 走到了 对 他不知道 就是说第一句话 应该是四个字还是五个字 在我们中文世界的博大精神面前 我们的文心炎还是能够 文心炎是真的多 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什么叫清平月 对 什么叫清玉碗 什么叫庆元春 是 这个是就是跟国外这些 先进国性比的话 我们是已经超过了 对 当然客观地讲就是说 我们用的英文的训练数据 没有它多 所以你要硬要比这个英文的效果的话 我们确实还跟它有一点差距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百度是熬得过万丈孤独 也藏得下星辰大海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究竟我们藏下的星辰大海 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当我们有了大模型 这样的一些科技的新生力量 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已经熬过了这些孤独 我们已经修成正果了 首先说这个星辰大海 其实你看就是 这一行字叫做 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 这是今天百度的使命 我们所说的星辰大海 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有一个技术信仰 我们觉得可以靠技术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能够让这个复杂的世界 变得更简单 每每当你想到这样的一个理想 想到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对这个世界产生相应改变的时候 就觉得很兴奋 就觉得它是代表 我们心中的星辰大海 对 星辰大海 对 那对于熬过万丈孤独这件事 您目前的感受和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是越来越接近熬得过 其实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甚至就是现在仅仅看到了一点曙光 这个天还是处在蒙蒙亮的这个阶段 但是因为看到曙光 你就会很兴奋 对吧 你已经走过了最黑暗的这个阶段 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 都扑面而来 所以这个时候心情还是非常兴奋的 百度可能也是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当中 率先推出大模型的最早的 但是当你推出之后 你环顾四周发现 突然间有了所谓的摆模大战 对您而言 会不会影响你自己的节奏 没有觉得有那么多人 应该去做同样的事 没想到突然间会有摆模大战的事 是 社会资源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大家都在重复劳动 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会劝退一些人吗 我一直在劝 我说大家不要去卷模型 卷应用 对 就是只有应用是真正直接创造价值 我之前看到过比尔盖茨和奥特曼 他们之间的一个访谈 对 他当时问了奥特曼一个问题 说你能预测一下 未来两年大模型会给人类的生活 或者是生产带来什么改变 我今天也借用一下他的问题 来问一问您 您觉得怎么看这事 我认为它就是大模型 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改变 会是非常根本性的 有时候我们讲就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改变 可能会更加的彻底 更加的深刻 这个事的意义是在哪呢 它就基本上说 以后其实不会存在程序员这种职业了 他又浪漫了一个性 或者说所有的人只要你会说话 甚至连写字可能都不用 对吧 你只要会说话呢 你就会具备今天的程序员所具备的能力 所以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未来的这个编程语言只会剩下两种 一种叫做英文 一种叫做中文 所以这也是就是目前这个世界上 人工智能技术最领先的两个语言嘛 所以就是未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提新制生产力的时候 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新制生产力的重要性 这个绝对是 对 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新制生产力 甚至我觉得在我看来是 新制生产力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所谓新制生产力 我觉得我的理解 就是说是创新驱动出来的生产力 创新驱动出来的增长 那么这里头创新空间最大的 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 这是智能交通里头最大的应用 就是自动驾驶 或者说无人 无人驾驶吧 这么有趣的名字叫萝卜快跑 萝卜快跑实际上是 萝卜是英文那个robot 不是Robin OK Robin 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看的 因为什么呢 这是武汉市的地图 这是目前可能全世界范围内 最大规模的商业化无人驾驶运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现在覆盖的人口 已经是300万的人口 美国你看比如说像旧金山案什么 它全程开放 旧金山不到100万人 对吧 所以它覆盖的人口是比我们小很多的 对 这也大概有500辆 这个百度的萝卜快跑的车 当地其实市民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经常就是打这个车去出行的 从早晨6点到凌晨2点都可以达到 这就是这个图呢 就是每一辆车现在在什么位置 就是每天都有就是几千单上万单在跑着 而且真的 你看无论是在学校的门口 地铁站的门口 工业园区的门口 对 大家都可以通过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 来感受现代生活的这种便捷 对 很快就是武汉机场到这些地方都可以开 什么时候咱们北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张图 我们也能用起来 北京也有在艺庄 对 但是规模没有这个大 灰色大 对 最近这些年大环境小环境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对 尤其你在的这个行业当中 更是日新月异可能都不足以来形容它的快速 对 其实这种快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焦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焦虑 说实话也会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就会思考一些白天觉得无解的这个问题 甚至我就做梦有时候都会突然就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 醒过来了 对对对 什么样的事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各种各样的 就是比如说大模型这么火 对吧 它到底能产生多少实际的价值 就是一年前我最主要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刚刚就是比如说XTP这个 刚出现的 大火的时候 别人问我怎么看 我当时就说是 现在这个火啊 还有点早 就是真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来 上亿的用户都在使用的这个应用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它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所以就是过去一年 其实我如果说焦虑的话 主要主要就在想说 大模型已经能力放在来了 上面的应用是啥 作为公众公司啊 常常你会听到一些 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是议论 有人觉得你做的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或者说你做的不像你说的那么好 其实这类的东西往往会给人心理上 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声音 你会去怎么看待它 我首先我还是这个 看了不少这些方面的 是吗 你会去看 我会去看 就不看完了之后 我们通常都会说 看这些东西心里有堵 你干嘛要去看它 对对对 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理解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反馈 其实大模型也非常需要人类反馈 人在用了之后 他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一旦给你反馈的话 你就有提升的机会 我看网上各种各样对百度的评论 对我们产品的评论 也都是把它当作一种反馈 有时候就是说的是对的 那我当然就很高兴 我去改进 有时候说的不对的 我也觉得说好吧 我一定要证明你是说错了 其实心里憋了一口气 对对一定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百度 对你像就是去年这个 我们刚刚文心研发布的时候 关注度也很高 但是我看到网上确实有很多 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负面的评价 我记得有一个漫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一辆 比如说特斯拉的车 还有一辆是 就是好像小三轮车那样子 就是说这就是GDP 这个就是百度的文心研 他们这个差距是天壤之别 对吧 我看了之后 说实话我也不生气 我觉得说 如果说现在这些人是这么想的话 我希望一年之内 让他改变这个想法 就是今天任何一个 能够拿到文心研专业版的 这个使用权的人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跟GDP4怎么样 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对 所以我就总是觉得 我每天都在走一个新的路 每天都在感受一个 过去没有感受过的东西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们今天的黄昏落日 董事长 这是您今天的任务卡 好啊 2024年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没问题 委婚我在护照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媚 阳光明媚 好棒的天气啊 好棒的 您身体也特别好吗 身体也不错 这我们又一次来了 这个福耀科技大学 我带你参观一下 你带我参观一下 您每天都会到这走一走吧 这个工程我亲自住在那 每天没有礼拜天 没有礼拜日 三五票从来 这是您现在心里最大的 一个牵挂惦记了 是一个星球 我发愿说我谁不带来 是不爱去从社会赚的钱 还给他 现在体会到赚钱难 花钱更难 您说的花钱难指的是什么呀 不管是谁的钱 都是国家的钱 你首先要用到刀刃上 用的精确 用的不浪费 对 不被人家坑 不被人家骗 做出真正的精品 还是负责的 那您要变身为这所学校 不光是它的建设者 还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财务总监 施工总监 工程监理 没有错 还好我都会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建设的 2022年5月14号顶级 到现在是18个月时间 这个顶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道家文化园 就是田园 一眼九顶 像社会承诺 我就跟你这一所私立大学 是严重必行 那也叫学生呢 跟整理的从业能源呢 应该要减少这个承诺的底线 把学校办好 所以这个是进入校园之后 最醒目的一个 大美 对 那边就是我们的电击的 一个纪念石 对 这个电击公园 这一块电击石的模样 有点像一个动物 像一头肥猪 像一头肥猪 这个寓意也很美好 这是当地村民送给我的 他们的祖父 他认为 不要可能在这个温水堡地上 将来会出展成长 像猪 一头猪那么大 那么肥 那么美 那么美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校训了 对 今天爱的 主意之上 这也是您一直强调的 一句话 其实在没有这个学校之前 您就老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是也是服药集团的 一个企业组织 我教员工也是这样 把它放到学校的校训上 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不管你家乃做什么 你说你很敬业很努力 但是这是你的美的 但是你要学会今天爱人 要几千年来的历史事件总结 一个人就是要想成功 必须做到今天和爱人 今天不是那个上面那个天 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种敬畏心 无论是对自然的敬畏 敬畏众生 就是众生平等 对 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很努力很拼命去做事情 你做的事情不被社会所认可 你做也白做 你前面做的办事 比如说你想去北京 开错了往南开 你如果不努力开 可能还健康 要努力开差距越远 南远北折 距离你的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因此这个行业很广华 看到学校一天一天的 从图纸上长出来一块 建成一块 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每天有变化 心情就特别好 他们说我越来越年轻 我说是啊 对 因为开心就 Va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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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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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我觉得 对的 感性 以及 能够能够